一个个的志工团体上台 接过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的合作备忘录 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正式对外招募志工 就连之前代表民众党参选副总统的 星光集团大公主吴欣盈 也带领自家慈善基金会的志工共襄胜举 市壮运没有规定一定要是原来是选手 只要你喜欢运动 30岁以上都可以保命 都可以跟世界拼异常 由台北市与新北市政府共同举办的 2025双北世界重年运动会 从即日起对外招募一万两千名志工 第一波已经累积了三千六百位的志工 投入赛事培训 我们这次是来自于国系的赛事 所以在语言的志工的部分 其实需求是很多元的 那除了一般我们可能理解的英文之外的话 包含话文 德文 或者其他相关的一个列别的一个语系的话 我们都欢迎来参加报名我们的语言志工 只要年满十六岁 不分性别 年龄 只要有颗热情的心 就能够投入志工的工作 2025市壮运志工服务 将分为场馆 行政以及语言三类服务 以三十人以上志工团体报名优先 希望台湾志工的好客以及人情味 能够再次的经验世界 这条长话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